环球网军事2月12日报道,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2月12日报称,近期执行战略任务的离海舰队舰船,将得到可靠的空袭防范保护。 这些舰船将装备最新型的P-182T雷达。 报道称,P-182T雷达,是表现优异的P-18米波雷达的改型版本。 该雷达能自动发现目标,测量坐标,确定目标属性,并进行跟踪。 此外,该雷达可以定位有缘干扰器,并将坐标发送给指挥部。 系统含一个控制站,一台带天线为干的机器,和一个供电站。 维达可在-40至0上50度的温度区间工作。 俄罗斯离海舰队,拥有最先进的导弹舰。 其中包括11661K型达达斯坦号,和达吉斯坦,号导弹舰, 21631型格拉德斯维亚日苏克号,乌格利奇,号,大乌斯丘格号,小型导弹舰, 12411型Stuponets号导弹艇。 苏联末期以来,舰队重要性降低。 但当口径巡航导弹的运载舰,被派往离海,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全世界都通过直播,看见了口径全距离打击叙利亚恐怖分子设施。 俄罗斯直观地掩饰了如何从境内打击敌人。 无论敌人在中东和中亚的哪个角落,都伸手可及。 原标题,空降兵某旅首批00后空降女兵,完成第一次大飞机跳伞。 雷霆玫瑰美丽绽放万里云天。 检查过关。 准备着陆。 斗志昂扬。 民语祥社。 1月8日。 鄂中某机场。 天寒地冻。 空降兵某旅数十名新绪女兵,正在批挂伞具和装备。 神情专注而投入。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兵,即将登上大飞机飞上蓝天。 完成她们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大飞机跳伞。 在千米高空书写兵之初的壮美篇章。 你们是谁? 空降女兵。 你们是谁? 勇敢的女兵。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时刻准备着。 登机前。 新绪女兵高呼口号。 士气高昂。 新兵连指导员张绪森介绍说。 新绪女兵入伍以来。 先后完成队列、战术、射击等多个课目训练。 完成此次大飞机跳伞训练后。 她们将成长为绽放蓝天的雷形玫瑰。 女兵李子修,女兵李子俊的叔叔,在1998年看红墙险中牺牲,受叔叔的影响。 这位出生在长江边的女孩,从小对军营多了一份憧憬和向往。 在大学就读空中乘物专业的她,毅然选择投笔从容。 来到梦寐以求的空降兵部队,因为表现优异。 她在同批战友中,第一批参加示范跳伞,即将首跳大飞机。 她高兴地说,我自豪。 我是一名空降女兵。 据了解,这批新绪女兵60%出生于2000年,90%以上是大学生士兵。 在此之前,她们完成了小飞机跳伞训练任务。 初步具备了跨昼夜,全天候的伞降技能。 新年一史,她们不惧显难,率先进行首次大飞机跳伞训练。 锤炼大规模,协同空降技能。 天色越来越阴沉,空中能见度降低。 但训练计划维持不变。 一架架飞机,按计划准时抵达。 在战友们的加油声中, 亲戚女兵信心满怀地登上飞机。 大家要大胆离机。 离机时一定要三步走稳。 你们是最棒的。 飞行过程中, 为了减缓女兵们的紧张情绪, 投放长刃金再三强调动作要领。 并组织大家高唱空降兵战歌, 相互加油鼓劲。 飞机很快飞抵预定空域。 随着绿色信号灯亮起, 一鸣鸣心绪女兵, 稳稳走到机门前。 三步踏出。 从千米高空一跃而下, 空中瞬间绽放出朵朵洁白的散花。 虽然空中气流紊乱, 但在地面指挥员的引导下, 女兵们沉稳地操纵降落伞, 最终全部安全降落在着陆场内。 我们就是要不断超越自己, 挑战自己, 争取早日成为合格到空降女兵。 临近中午, 随着最后一名跳伞员安全着陆, 亲训女兵首次大飞机跳伞训练任务圆满完成。 据了解。 接下来他们还将进行多种机型, 多种方式的跳伞训练, 全面提升空降作战能力。 蒋龙、李建文, 美军反导拦截弹发射瞬间。 环球网军事1月18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月18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17日公布了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报告中称该国打算研制, 能够在导弹各飞行阶段, 将其击落的拦截系统。 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 美国反导系统, 应同时具备用以遏制威胁的防御和攻击能力, 并具备在导弹发射后, 各飞行阶段, 对其进行拦截的能力。 报告指出, 美国五代机F-35闪电, II, 已经可以击落巡航导弹, 将来可以装备能够在敌人弹道导弹起飞阶段, 将其击落的新型拦截武器。 报告还称, 五角大楼2020年将测试用于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SM-3防空导弹。 报告还称, 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导系统, 将换装标准-3, Block IIA导弹。 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宙斯顿, 反导系统, 很快将会换装标准-3, Block IIA导弹。 这将显著增强北约的保护能力, 对于未来美国反导系统的部署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 美国计划在阿拉斯加部署新的陆基导弹拦截平台。 特朗普指出, 这些平台将立足于新研发的技术, 能够击退任何导弹的来袭。 此外, 特朗普还表示, 向盟国出售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及相关技术, 是五角大楼的优先之一。 他指出, 华盛顿将继续坚持盟国应与美国分担导弹防御费用。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新华社开罗1月12日电, 记者吴丹妮, 埃及内政部12日发表声明说, 埃及安全部队当天清晨对上埃及地区一处恐怖分子据点发起突袭, 击毙6名恐怖分子。 声明说, 该据点位于爱西游特索哈杰沙漠西部公路沿线一个峡谷中, 安全部队在恐怖分子的据点里, 发现了弹药、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 埃及内政部表示, 埃及安全部队及国家安全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 试图破坏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活动。 去年12月28日晚, 一辆在有外国游客的旅游巴士在埃及首都开罗郊区的吉萨金字塔附近, 遭遇自制炸弹袭击, 共造成三名越南游客及一名埃及岛游死亡。 另有11人受伤。 去年2月, 埃及军方开展代号为西奈2018的大规模反恐行动, 以清除西奈半岛等地的恐怖势力。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月30日报道, 据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消息称,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日本销售总价21, 5亿美元的两套宙斯顿反导系统。 该局网站上的消息称, 拟易的出售, 将为日本政府提供对抗来自弹道导弹的更为复杂威胁的扩展能力, 并将为其领土创建扩展的多层次防御。 对于已拥有宙斯顿的日本而言, 将该系统结装置其武装力量毫无困难。 消息称, 拟易的出售, 将通过提高重要盟国的安全来促进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 重要盟国是亚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基础。 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来说, 帮助日本发展和保持强大和有效自卫实力极其重要。 报道指出, 该文件没有对于许多其他情况下的传统语句, 如该类型武器的供应, 将不会改变该地区力量平衡。 该系统的部署引起了日本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担忧。 他们认为宙斯顿针对的是其武器系统, 呈弧形的晒坡设计。 大阪城城墙采用错层设计, 城墙并不在衣水平面上。 大阪城, 是日本大阪旅游名胜之一。 笔者在大阪城游玩期间, 发现该城城防设计, 具有一些独特细节, 如霞凤、 扇坡、 错层等, 体现了日本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军事思想。 大阪城墙并不在衣水平面上。